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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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不会再看见 离别是微黄色的甜 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 那些曾青山的脸 我拿起种绿树的叶子 放在青色的石板前 祭奠那些流失的青春 和曾懵懂的誓言 风在歌唱 唱他曾去过的地方 在黑暗中 有朵花为你开封 当你撞过头的那一瞬 晚霞般美丽的笑脸 它散开在春日的某个季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事长 您恢复得怎么样 我没想到 你心机会怎么渗 趁着去意大利这段时间 你竟然联系了这伙意大利人 您错怪我了 我和您一样 都想保住星辰 只不过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吧 您还记得 上次我跟您提出 接替周群位置的时候 您给我的鞭策吗 你来公司有一年了吧 一年半了 董事长 一年半了 从我认识你以来 我就知道你很有想法 很有能力也很有魄力 这些我都很欣赏 但是你还很年轻 很多事情不能太齐功尽力 你有野心 没问题呀 我也很喜欢 但是只靠心机和能力 是远远不够的 要通过时间 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磨练 你不仅能力上会提升 微信也会随之提升 你觉得呢 我明白 我不希望当初我特批你 进公司来是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毕竟一个男人通过女人 走了捷径 那很多人对你的能力 会有质疑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董事长对我恩惠并失 我当然明白 你答应我的誓言呢 你给我的承诺呢 你不是说要照顾小玉吗 董事长 我很感激 这么多年来 增遇对我的帮助 今后只要她开口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 帮助她 也算 不辜负我对您的承诺 不健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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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看董事长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董事长 作为您的救部 我还是想劝您一句 以现在的状况和您的身体 您应该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找个地方安度万年 曾宇 我刚才已经跟董事长 表达过了这些年 我对您的感激 以后只要你张罪 我会尽我一切努力帮助您的 你 别打 niez 帮我 这是一份有关地下室的改造项目 虽然它是一个盈利很低的工艺项目 但好在它的投资不是很高 而且我相信 它能够很快地挽回星辰 在政府心目当中的形象 还有业内的名声 我觉得现在启动它是最好的时机 所以 我想来征求您的意见 可不可以 用星辰员工住的地下室 作为样板间来启动这个项目 星辰现在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拿什么地下室改造方案出来 正问你脑子有问题吗 只要星辰一天没被收购 就还是董事长说了算 董事长 我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可 你真的以为做成了这个方案 星辰就能改变现状 你就能阻止星辰被收购 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我只知道我是星辰的员工 我想要守护星辰 还有星辰陪我一起奋斗的同事 董事长 这是我守护星辰唯一的办法 也许在你们看来微顾其微 但是我还是会去做 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试一次 来啦 这是干什么 参加啊 终于下定决心 和我静威双双把家还了是吧 太好了 哎呦 我也 想的美 我要搬去一个 比你那儿更好的地方 哪儿啊 为什么 你没听说过呀 女朋友可千万不能 搬到男朋友家去住 要不然的话 到时候我们要是分手吵架了 你把我赶出来 我一个人这么弱小的身躯 搬着这么一大堆行李箱 多可怜啊 我才不要 哎 你是不是言情电视剧 看得多了你没病吧 一定要这么小心翼翼嘛 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啊 要放在天平上 小心地伎俩 你给我几分 我就还你几分 看来病得还没那么严重啊 最起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好了 既然你都来了 快帮我搬家吧 好嘞 来 大王带你去西山了 你 东西也没拿呢 好 来 我拿这个重的啊 还有你也挺重的 好嘞 绢帮啊 看家了 走了 走 走 来 拿水宝 这装什么都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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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搬回这儿住 嗯 这就是你说比我那儿更好的地方 对呀 逼着 楼下坐地铁呢 陈楼下有地铁你能睡得好吗 我早就习惯了 我跟你说 我现在要是没过地铁 我都睡不着 走 进来吧 这儿能住吗 至少您给我个 住在这儿旅游吧 星辰现在一蹶不振的 我想通过地下室的改造 来换回星辰的声誉 星辰不是要被收购了吗 业内已经流言四起了 又说郁总市长 养一个白眼狼 来 过来你放慢点 小心啊 其实啊 去查项目之后 我也觉得挺骄傲 挺自豪的 就是觉得 好像缺少了点什么 一直到我发现了那个策划 我才突然明白 原来我学建筑设计 也并不只是为了名利 我想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 所以啊 后来我做了探访 研究 还画了设计图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 做好这个项目的 并不只是为了星辰 也是为了实现 我自己的价值 说完了吗 我的大梦想家 谁说你丢掉年少时 不记得人家虚爱的勇气了 我现在就已经看到你身上 有着闪闪发光的光环了 好了 马皮筋 快收拾东西 走 好嘞 我跟你说啊 你必须赶快把手机 放在这儿来 这个地下室的信号可不好了 你一个人能住这儿吗 当然没问题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不在的这几年 我生活得好的呢 这儿以前可是我的家 要不我搬过来住了 正好可以捡回 那几年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光 那几年的时光 早就被狗吃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地下室阴冷潮湿 淑宝就交给你照顾了 是吧 十八 十八 你乖乖在爸爸家住两天啊 妈妈有时间就来接你 爸爸 妈妈 我喜欢这个新年子 看来我离我人生的目标 有几步了 想得美 想得美 我怕养 别别别 怕养哪 你真是干嘛呀 我看你啊 你买的那东西啊 质量都不行 我就买了些新的 都是最好的 你看啊 有有有有这个 奶瓶 还有这个玩具 小衣服小被子 对了 这要生男孩啊 肯定会喜欢小汽车 这要生女孩呢 就喜欢洋娃娃 对了 还有这个 防辐射的裙子 对孕妇啊 特别特别好 老爷爷 您是发了吧 买这么多东西 没有 也不算发 就是赚了一点小钱吧 小钱 张开没跟你说呀 他不是给我介绍了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 饭店老板吗 用了我的设计 算他有眼光 你怎么了这是 女神 孩子会没事儿了 咱们到医院了啊 已经到医院了 你听住 孩子会没事儿了 咱们到医院了啊 已经到医院了 你听住 你听到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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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初步怀疑是公卫院 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 孩子保不住了 孩子是保不住了 但大了我们会进行抢救 这点你放心不要紧张 好 报答人 报答人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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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医生说他是公卫院 老师 没事的啊 医生 他人怎么样了 人没事儿 但是因为大出血 左侧疏软管切除了 没事儿就好 人活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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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就好 人活着 养活着有什么 人活着 养活着 女孩 人活着 男孩 女孩 人活着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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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在你身边 你大出血了 是余老师把你送到医院 时空外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哭什么呀 又不是我孩子 我哭什么呀 可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 你告诉我怎么忍 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一个人 我感觉到这么需要 我感觉 我感觉他就是我 他就是我身体的一步 我就给他设计好了 他的为了 我真的感觉 我真的感觉他就是我孩子 我 我都没白得见他告别 我都没得见我名字了 我真的要跟你说 什么名字啊 灵溪 三十六档 第二十四 大喜 春水出生 风铃出生 冲锋是 不如你 春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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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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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你怎么会做? 我跟你身份有写啊 你没有写上 在其他小时的生活 从这刻 我认为 我认为 即使我 表明是 写心部的 写主席 谢谢 谢谢 为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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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呀 为什么四天我没有 只要是你也太过分了 不是 这真的太过分了 对 我居然还在第一个 这 这下可真管我了呀 我不想离开 为什么要辞退我 我舍不得你们 梅姐 我舍不得你们 她不能辞退你们 我现在继续找神药杖 等我 快 你回来了 你知道我要找你 不 是我在找你 看看这个 直接了当地说吧 你可不可以不要辞退他们 我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吧 也许意大利人做事的方式 你不太了解 在公司的任何一个员工 都应该对这个公司 有所贡献 这不也是我们星辰 改革的原因吗 可是他们每一个人 在进星辰之前 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你又怎么知道 他们没有做出贡献呢 如果他们在公司的贡献 就是每天看热闹 叫喬舌跟聊大天 那他们还是不要在这个公司了 对不起 伯德森不养闲人 好了 我们不聊这个了 来 你看看这个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我们的城邦马上就要建立了 现在 我终于能帮你实现这个梦想 二零二零年 试检运营博览会的这个项目 我打算让你参与并且设计 你不是一直想当个设计师吗 好啊 现在就是个全新的开始 我终于可以 帮你实现这个梦想 陈副总裁 对不起 我自己点亮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只想做好我的地下室项目 怕是要辜负你的好爱 对不起 可可 不过了 不过了 你没事啊 不就是上工作吗 可可 以后不要再这么没心没肺了 你知道吗 微微 李姐 你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要是有什么困难的话 你随时来找我 你随时来找我 谢谢你 我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这次我真的有一句话是发自非赋的 我要是有亲弟弟 我一定把你娶回家去 咱们做一家人 你这种我这个事 你今天会不会有婚读啊 你这 under dónde 你这下心序 她呢 你你别干了我 我这不就够有筷子 我这下心の状态 为祖国的土木工程事业 做出极出的贡献 我看你呀 说了这么多 讲得那么好听 就是想和你们家陈孝正 一起去东方星辰吧 不好意思 我们不招收女性 我知道 没关系 我就是放在这儿 每一个学建筑和土木工程的 大学毕业生 如果没有在工地待过 就不算真正 掌握了专业技能 这样的生活 才让我感觉到 我每天都在努力 离我做设计师的梦想 更进一步 我不知道我以后会干什么 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成为设计师 但至少在我做土木工程师的 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为我自己的工作骄傲 我为我建设的每一栋大楼自豪 放心吧 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进 来 坐吧 快出院了吧 医生 我想问一下 那个 我左侧疏软管切除了 会有什么后果吗 你的左侧整个疏软管进行了切除 这对于你的生育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即使还有右侧的疏软管 但是以后受孕的几率会大大地降低 即使怀孕 也会使得宫外孕的几率增加 那我以后还有可能生孩子吗 那就需要保证 右侧疏软管功能的正常 和其他生殖器官健全 不受病菌的感染 但你现在检查报告显示 你右侧疏软管堵塞 情况不是很乐观 在转换球看的 等酒了吧 没有 对了 刘维娟怎么样了 一会儿咱们去看一下就知道 像她这种情况 心理肯定特别难承受 我一个很熟的心理医生 已经约好了 今天晚上一块儿去余老师家 跟娟聊一下 心理医生 喂 小北 娟儿和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们下午去医院找她 她自己出院了 我们在余老师这儿等了她 三个多小时 她都还没回来 你别着急 我们这就去找你 好 怎么了 娟儿不见了 我去打价了 我看没了 可是我去打价了 刘维娟 你已经开了 云维娟了 你来我去打价了 你去打价了 我去打价了 你去打价了 你去打价了 爸 走 跟我玩去 十年前两大笑话 一个是清纯气质女生 一个是可爱凌家少女 一定很受欢迎 走 跟我走 小月娟 你疯了吧 是啊 我是疯了 所以你们就离我这个疯女人 远一点 我爱怎么活就走 你们谁也管不了 李维川 你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啊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丢掉那个孩子 就是因为你太不珍惜你自己了 你抽烟 你喝酒 你熬夜 你毁掉了你的身体 所以你的数短管才会堵塞 所以你才会公挽育 是啊 我自作自受 我不是没有尝试过要安分守己 不是没有尝试过要好好生活 可是老天爷怎么对我 是老天爷不让我好好生活 所以我就这样 破罐子破甩 就让我过我烂泥一样的回事 别闹了 跟我回家 别闹我 你别那么痴心妄想了 我凭什么跟你回去啊 那是你的家 不是我的家 就算何一不要我了 我凭什么要跟你过下去 你去 现在我没有拖油瓶了 我爱怎么猴子 你滚 好 我滚 来 快 下次再来 有,"你打算绕到什么时候啊 你觉得你这样做见自己at 自己就能解脱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死啊 死了一了百了 我们几个人 为你伤心一阵子 总好过现在天天担心你吧 你懂什么呀 你凭什么站在 道德的至高点上 来指责我 你知道吗 医生告诉我 我左侧书软管切除 右侧书软管堵塞 我现在是一个 不见绝的女 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孩子了 你们倒是受得轻松 如果我坏人是你 谁做得到 我怎么做不到 我当然做得到 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 我为什么叫齐尔 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觉得现在的自己 惨透了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就在几年前 我的偏远的农村去工作 我 为了保护一些古文物 我被当地的农民 关在了一个漆黑的土屋里 那都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 我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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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逃走 你跑得走死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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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晓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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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给我带一下 老师 老师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心里有多痛吗 我有多少无奈 多少恨 你知道吗 我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尝试给我逃跑 我反抗 我绝食 我甚至去攻击他们 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只能苟活在精神 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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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可是那样的我都坚持了下来 我脑子里有一千种一万种自杀的想法 可是我一遍遍告诉我自己我要活下来 我要救我自己 因为我要告诉外面的人 这里还有这样一群愚昧无知的人 我不要让他们受到和我一样的伤害 你懂吗 我最初改名字叫齐儿了 我最初改名字叫齐儿了 就是想逃避这段过去 可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越想逃避就陷得越深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 你就是我被关在那间漆黑的小土屋里 你怎么都逃不出去 可是我必须要靠我自己走出来 我不但要走出来而且我要活得更好 黎薇娟儿 这样的我都能走出来 都能重新站起来 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能 为什么你不能 小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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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你们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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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